我们来试一下吧 它这个整个的帧数呢 其实比之前高很多了 之前的时候大概也就是在30帧左右 这个现在基本上你开800P 它可以非常的流畅了 就是已经不是说能玩了 就是整个的这种响应的状态 是和你在电脑上去玩是很接近的 就之前的时候 因为我以前是有一台这个PS4嘛 然后在PS4上它是在一个30帧的这种状态 就之前的机器和那个PS4上运行的时候是比较像 现在基本上是比较类似于这种 在电脑上跑的时候 就以更高的帧率嘛 就运行其实还是挺好 然后呢 就不管你怎么去操作的话 其实我已经忘记了很多操作了 来呼叫一下我的马 地图我都忘了怎么开了 而且它不像英特尔的这个CPU 在运行这个游戏的时候 英特尔的CPU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错误 就是这种像这种画面 它有的时候会有一部分是花屏的 这个也完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是非常让人省心的 MD还是在这个显卡的这个极显的这种驱动上面做的 还是比英特尔要好很多 稳定性真的很强 帧数也比较稳定基本上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的这个 这个BITT的这个显示啊 就是它的整机的功耗 现在就是已经达到40多瓦了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TDP是锁在这个28瓦 但是整机功耗其实是高于28瓦的 这个耗电量还是比较大了 像我们这个 就是在这种长时间的去玩这个游戏的情况下 我基本上都是插着电去玩了 看到这个温度是70多度 然后温度的下面显示了一个0.8H 这个是预计你的续航时间是在0.8个小时现在 因为我现在电量是75% 它这个续航时间呢 其实我也测试过 就玩这种大型游戏 就是当你的GPU跑到基本上100%的时候 锁在28瓦左右 你的时间基本上将将是一个小时 就是从你打开游戏开始 一直到提示你低电量 现在就像同样的短片 说过了